在稻妻城的日子好像也还不错呢 不过好像到了托马和林华所说的下一步行动的时间了吧 还是到木楼茶室集合 准备好了就去见他们吧 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难道说又是这种双黄演出吗 托马托马 喂不要再躲了我已经看见你了 完全没有人回应 托马跑到哪里去了 平时一直那么老实的太郎玩 今天好像很急躁的样子 两位有看到托马吗 我们还以为他跟你在一起呢 发生什么事了吗 糟糕 我在来这里的路上 听说托马被天灵风行的人抓走了 我没办法判断消息是真是假 就立刻跑过来确认 如果托马没有按照约定出现在这里 意味着传闻大概率是真的 雷电将军会在牵手白眼神像前 举办第一百颗神之眼的兽眼仪式 而那第一百颗神之眼的持有者 也就是即将被公开兽眼的对象 恐怕 就是托马 难道托马之前听说的天灵风行正在筹备的仪式 刚好就是为他准备的兽眼仪式 应该是的 将军和天灵风行的人准备以第一百颗神之眼的兽眼仪式 来证明眼收令的阶段性成果 不行 我必须去救他 是呀 如果你亲自过去的话 不就代表射凤行要和雷电将军为敌了吗 公然反抗雷电将军的话 射凤行那些普通人也会被牵连进来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事就要开始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托马 他是我的朋友 明明不久之前 我们大家还一起 可是 我会 等你们平安回来 放心吧 凌华 使关朋友的性命 我们绝对不会失守的 请务必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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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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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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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云 稍微稳成 稍微稳成 新鲜 换新鲜 将 将军 刚才那个人 将他纳入眼兽令 下次见面 我会再斩一刀 怎么在这里停下来了 你不记得了吗 对于我来说 躲在木漏茶室 是这附近最安全的地方了 只不过 短时先例 我应该没办法从这里出去 之后的事情 只能交给你们了 去踏被杀 找反抗军 不出意外的话 木斧军很快就会通缉我们 愿意收留我们的势力不多 但反抗军是个例外 我还记得 灵华说过 是那个 珊瑚宫组织的 反抗炎兽令的组织 没错 最初是海奇岛的 线人神巫女 珊瑚宫心海组织 目前尤其部下五郎率领 正在跟木斧军交战 不过 我们射凤行 跟反抗军来往并不密切 主要是 双方都无法相信彼此 但你们不同 在我看来 反抗军应该没有拒绝你们的理由 唯一的危险 是我们暂时不清楚 反抗军的具体位置 需要你们在路上打听一下 期间可能会穿过 木斧军的领地 请务必多加小心 我也准备藏到茶室里了 下次见面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祝你们一路顺风 继续拖下去的话 天灵风行的人 可能就要找过来了 我们也快点出发吧 听说了吗 通缉名单上 好像多了两个人 上头还说 要重点关照一下 现在我们的主力 都在前线作战 哪有办法重点关照 等下巡逻的时候 咱俩盯着点就是了 也不知道前线的战况怎么样了 上次听到消息 说反抗军已经被我们逼到 无想任辖间的西北边了 不知真假 假的吧 无想任辖间 都靠近反抗军大后方了 我们虽然目前占据上风 但他们应该也没有那么不堪 不管了 我们只是负责巡逻的 做好本职工作就好 说得也是 干活吧 无想任辖间的西北边 原来反抗军的后方在那里啊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再多打听一下吧 这么巧 你也是逃出来的 是 你打算去哪儿 想先去飞沐村看看 虽说有些不好的传闻 但总比在战场上过日子好 你呢 别提了 我原本在明锥滩短暂歇息 那里已经乱成一团了 反抗军这段时间作战不顺 主要还是正面战场的力量太薄弱了 很难跟幕府军抗衡 原本战线还要再靠前一点 不过反抗军连续后退两次 就到了明锥滩了 我刚从那边逃出来 太危险了 乱军之中谁也不认识谁 见面就两兵器 吓得我行李都扔了 一路逃到了这里 我觉得我们还得继续跑 现在局势瞬息万变 跑得越远越好 我也这么觉得 等会儿不放一洗澡 还能相互照应一下 明锥滩 听他们的意思 反抗军和幕府军似乎正在那里交战 我们过去看看吧 快看那是不是反抗军的人 他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们先过去帮他解围吧 帮你来 看飞的下场 帮下 帮下 先攻 为了阎王帝君 该行动了 战斗 审判 还许 休息 我可不好气不 是我 输了 得救了 我还以为自己要死掉了呢 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我是反抗军瞎狐小队成员 哲平 最近刚被调到前线 本来以为能立些功劳 没想到出师不立 让你们看笑话了 对了 看你们的打扮 不像是反抗军 你们是来加入反抗军的吗 太好了 前几天还听到五郎大人抱怨 说这段时间人手不足 这下帮大忙了 我来带你们去反抗军的军营 不过在那之前 我先给你们讲讲反抗军的现状吧 就像你们看到的一样 我们反抗军在正面战场一直处于劣势 慕府军以维系永恒为目标 又有天灵凤行的大将九条沙罗带队 实力非常强劲 而我们这边 因为眼兽令的关系 连持有神之眼的人都少之又少 目前还能顶住压力 一方面是靠山湖宫大人的各种奇谋妙计 另一方面是靠五郎大人与反抗军战士们的英勇奋战 如果我也有神之眼就好了 有了神之眼 既可以帮珊瑚宫大人和五郎大人分忧 又能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对了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你使用了元素力 你也拥有神之眼吗 它是特别的 不需要神之眼也可以使用元素力 真的假的 这也太棒了吧 这不就意味着眼兽令对你完全无效吗 请务必允许我将你引荐给五郎大人 五郎大人肯定也会很欢迎你的 这样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大事 虽然我还是希望像你一样 能够轻轻松松撂倒几个幕府武士 用手里的剑建立真正的功虚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出发吧 事情就是这样 五郎大人 在我被幕府武士围攻的时候 是他们救了我 而且 他们不需要神之眼 也能使用元素力 好强 让他们加入反抗军吧 嗯 你应该已经听说了 反抗军当前的目标 是击败幕府军 推翻野兽令 这并非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每个踏入战场的人 都有牺牲的可能 说说你参军的理由吧 反抗军不能容许 没有战斗意志的人参军 我个人也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你是说 第一百颗神之眼的兽眼仪式吗 虽然发生在稻妻城 但我们这边也有所耳闻 据说仪式出了些乱子 真是奇怪 明明那位雷电将军都亲自出马 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件事 难道是有什么情报吗 啊 而且我们还和雷电将军 打了一架 把第一百颗神之眼的持有者 带走了呢 现在我们还在被幕府军通缉 所以才找到了这里 说起来 近期作战的时候 好像确实从幕府武士身上 拿到了悬赏令 金发旅行者和会妃的神秘宠物 原来说的就是你们吗 谁是会飞的神秘宠物啊 失敬失敬 两位的现状我了解了 我代表反抗军 正式欢迎两位的加入 珊瑚宫大人目前并不在反抗军营地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 珊瑚宫大人临行前留下过嘱托 让我们一切照常即可 我想先让哲平带你熟悉一下反抗军的环境 之后再拜托你支援前线作战 可以吗 我这边也没问题 我以前就是后勤部队的 这种事对我来说已经清车熟路了 一定会让你感受到我们反抗军的热情的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伤兵营吧 我有些朋友还躺在那里 上次我答应过他们 如果有新成员的话 让他们也见一见 这样大家以后就是并肩作战的好朋友了 非比跑快吧 这位就是我们的新队友吗 看上去很强的样子 等我伤好了 我们可以切磋切磋 婷婷哪有一上来就要和新人干架的 再说你内伤每个十天半个月根本好不了 哲平这位是你带回来的 你在前线还好吗 虽然幕府军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很多 但我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幕府军如潮水般涌来 但我丝毫不惧拔戒上前 应是以一己之力拖出了三四个幕府武士 可以啊你小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位更是了不得 眼见我就要力竭败退 他突然从旁边杀出 区区几个幕府武士完全不是对手 被他直接打倒在地 听说他还搅乱了第一百颗神之眼的寿远仪式 就连雷电将军都拿他没什么办法呢 太厉害了你们 不过别的我还相信 他能正面对抗雷电将军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你怕不是没听过无响的一刀吧 但不管怎样 原先我还在想最近输多赢少 是不是快撑不下去了 现在来看 不管是新人还是哲平 都比预想中可靠 我也得快点恢复好 重新回前线战斗才行 你这绝无明显又不行 我现在都是带伤训练 虽然昨天伤口又崩了 需要我找点伤药来吗 前段时间我听说了一个偏方 只需要用鬼兜虫磨成粉 就可以制作出特效伤药 据说敷上之后清清凉凉的 可以加速伤口痊愈 给我一份谢谢 我怎么听上去怪怪的 其实勾勾果就可以了吧 不过交给你们来判断好了 那就交给新人来决定吧 我在这里准备一下 如果你支持我的神奇偏方 就麻烦你帮忙带一些鬼兜虫回来 我来负责把他们捣碎 熬制成药剂 如果你觉得勾勾果比较好 就麻烦你带一份回来了 我其实很推荐这个偏方的 说不定会有奇效呢 辛苦了 你决定好又有哪一种药了吗 吃药啊 没事了 确实这样比较保险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换药吧 有了这些药 大家应该也能快一点好起来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了 别说 这药抹上去还真有点疼 虽然这种药比较常见 但药效却很不错 最主要的是 多谢你们帮忙换药了 还不够 感觉还可以再涂一点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从这里出去 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了 但其实多涂一些 也不会让你好得更快 你还是先把半夜 偷偷训练的习惯改掉吧 多谢你们了 哲平 还有这位新人 对了 我听说训练营那边 正在举办射数训练 你要不要带新人去看看 在那里 可以认识更多反抗军士兵 也有助于新人 更快地融入这里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现在就出发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前线 燕兽令不得人心 反抗军一定会赢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燕兽令不得人心 反抗 又没射中 难受 我刚刚数了一下 我射了整整十支剑 只有一根 只有一根射中靶心 只有一根射中靶子 这也太惨了 不过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 想要提升射箭的技巧 单纯的重复训练 是不够的 本来以为 拉弓 瞄准 射箭 一技合成 不会有什么难度 没想到 是我想简单了 按这个进度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上战场 只能等下次教官来的时候 再向他请教一下了 可是最近战线吃紧 有实力的教官 基本都去支援了 我们暂时也只能自己训练 这样下去 我们真的能成为 合格的反抗军士兵吗 你们的烦恼 我听到了 哲平前辈 没错 这次到来 也是为了向你们介绍一位新人 他在正面战场 以一己之力 干掉了三四个幕府武士 不费吹灰之力 而且 勇敢地阻止了寿衍仪式 还从雷电将军手里活了下来 真的吗 那 您能教我们射箭吗 我们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只求您能再帮我们示范一次 因为之前的训练都比较聪麻 我们很难记住完整的射术药局 拜托了 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认真学习的 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这样可是没办法给他们做示范的 调整一下 再试一次吧 加油 我相信你 准备好了吗 这次一定没问题 利落地解决吧 再试一会儿 这次准备 很可爱 可以 还在在闪 喝 最好的 怎么样 我就说这位新人很厉害吧 确实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自己射不中了 我姿势不够标准 力气不够大 握弓的手不够稳 没有考虑外界环境的影响 呃 好在除了这些之外 我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问题已经挺多的了吧 不过又看了一遍演示 我感觉自己受益良多 至少这一次 我记住了正确的方向 只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下去 我就可以变得更强 不瞒你说 战争之前 我其实也只是海西岛上的一个普通人 那时我与妻子活得很安逸 很少接触到战斗的事情 但演兽令颁布之后 一切都变了 我不能接受幕府军的所作所为 因此加入了反抗军 那现在看来 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没有神之眼 也没有战斗天赋的我们 真的可以像他们一样活跃在战场上吗 先不管了 多谢你和哲平前辈的帮忙 我们也要继续练习了 不用想太多 前仙有我们在 你们安心训练就好 那 我带你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接下来去哪儿好呢 让我想想 不好了 幕府军过来偷袭了 军营中还有很多伤兵 不能让幕府军进来 你们也过来帮忙 一起把幕府军赶出去 怎么可能 按理来说 他们打不到这里才对啊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感觉这也是我立功的好机会 谁在哪儿 烈阵 烈阵 把他拿下 起风了 来人哪儿 在此 宣判 双喊发生 得偿一败 总算解决了 不过 这里为什么会有幕府军的人 按理来说 营地周围有许多负责巡逻的反抗军士兵 幕府军应该打不到这里才对 难道说 有内鬼 有人勾结幕府军出卖我方情报 故意放任他们进攻营地 这样一来 就解释得通了 抓住内鬼 保护营地 这可是我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 想什么呢 刚刚我仔细勘察了营地附近 发现营地附近的围墙出现了坍塌 幕府军应该是利用了这一点 从附近的悬崖上摸了过来 从围墙的空缺攻入了营地 只要把围墙重新修好 再增派人手 在附近看守 应该就能杜绝这类隐患 这样啊 好吧 正好附近就有木材和绳索 不如就交给我们来修吧 我们来比赛吧 新人 不要小看我哦 我对于后勤工作可是很有信心的 这次就让你见识一下 前辈的可靠之处 好嘞 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幕府军那帮家伙插上翅膀 也别想飞进来 这样看来 我又为反抗军做了一些贡献 不过怎么又是后勤相关的 好不容易掉到前线 本来想堂堂正正干出一番事业 这不是又回到之前的生活了吗 总觉得你好像对前线很执着 就像五郎大人说的一样 我们都是因为有战斗意志 才加入反抗军的 虽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做出贡献 但如果可以的话 谁不想亲手撂倒几个幕府武士呢 对了 我们已经基本逛完了军营 接下来去见五郎大人吧 顺利的话 说不定还能领到几个上前线作战的任务 奇怪 五郎大人不在吗 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五郎大人正在前线率兵作战 不久之前 幕府军突然曾远了正面战场 而且是由九条沙罗亲自带队 而我们这边 山湖宫大人已经很多天没有露面 他留下来的警囊也即被拥尽了 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继续撤退的话 将对我方实际造成毁灭性打击 目前只能祈祷五郎大人能够挽回局势 不过可以预见 这一仗恐怕会很艰难 我们也去前线吧 既然有能力战斗 就不能留在这里做事不管 不能让幕府军通过他被杀 没关系 真的或者有能力战必价 只有你在吗 我还以为这次能够见见你们那位军师大人 毕竟他确实给我们幕府军造成了很大麻烦 反抗军能够支撑到现在 也有他的功劳 但是也该结束了 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 计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反抗军的家底 忤逆将军大人的人都将受到惩罚 我相信珊瑚宫大人 也相信我们反抗军的将士 引寿令绝非正确的道路 我们不会放弃抵抗 无妨 还有一件事 你们应该已经拿到最新的通缉令了吧 那个金发的旅行者 现在应该在你们那里 如果你们愿意把他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喘息的时间 毕竟在这个时间点寻求决战 对你我双方都没有好处 难道说你们突然增兵 就是为了 他对将军大人很重要 但我想他对于反抗军来说 应该可有可无 你错了 他对反抗军同样很重要 他已经加入了反抗军 现在是我的部下 我不会把他交出来的 反抗军不会出卖任何一名同伴 这是珊瑚宫大人很早之前就定下来的规矩 武朗大人 哲平 还有你 你们怎么来了 好 那这次我们并肩作战 又见面了 这次我不会再放你们离开 我原以为你投靠反抗军 会躲在他们身后寻求庇护 你能出现在这里 说明你比我想象的要勇敢 既然这样 我倒是有一个提议 这次的阵前比武 就由你代表反抗军出阵如何 阵前比武 那是什么 战争开始之前 由双方各派出一名精锐将士进行对决 对于优势方来说 进行比试的意义不大 但对于劣势方来说 这是提阵事迹的好机会 不过 他的目的也很明显 是想借机将你抓过去 不要勉强 直接开战也没关系 要去战斗吗 旅行者 你来决定吧 处理掉所有威胁永恒的因素 这是将军大人的命令 小心点 对面这家伙也很强 一起来玩吧 加油啊 居然是车轮战 路行者 再坚持一下 双寒化声 得偿一败 得偿一败 快看 我们这边联姓两场了 木服军并非不可战胜 我们也一定能赢 士气正在进进高涨 你身上的战斗意志 也在影响着他们 一起来玩吧 呦呼 火焰 烧尽 高手尖到 双寒化声 在下 进攻 开许 消息 果然有一套 看来这样比试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将士们 进攻 长道辉弘 名神永恒 看来没办法避免战争了 迎战 所有人 跟机我 上 没 去 去 去 站住这次 不要win 退 飞 飞 爆 出 出 神武功大人 久等了 我的伏兵 此刻正是良机 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许是大人 但愿你付得起雇佣军的价格 温宴 久违了 老幼 撤退 快跑啊 你好 第一次正式见面 还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做珊瑚宫星海 是反抗军的组织者 也是海棋岛的仙人神巫女 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为 简单来说 海棋岛目前是我在管理 那里也是整个反抗军的大后方 我其实已经从北斗和万叶那里听说了你的事情 只是没想到你会来反抗军 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既然这样不如去珊瑚宫坐坐 如今木斧军虽然暂时撤退 但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眼兽令没有废止 天岭凤行和雷电将军也没有停手的打算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建议到珊瑚宫商量之后的对策 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 我也可以去嘛 我对海棋岛也很熟悉 可以继续帮你做向导 五郎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反抗军的实力本就比幕府军弱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一定也吃了不少苦 之后 还得麻烦你再留一段时间 一边盯防幕府军 一边救治伤员 我会请雇佣兵驻扎在这里 万叶也在 这样 你的压力也会减轻许多 放心吧 珊瑚宫大人 我还有一些事 需要先回珊瑚宫处理 准备好之后 就去找哲平吧 他会带你去珊瑚宫 感谢你之前付出的一切努力 今日起 我将与你一同作战 为了 稻妻的未来 能够悄无声息完成这种伏击的 只有我们死照星号了 怎么样 吓了一跳吧 其实我也吓到了 当时送你到了里岛 没想到会和你在踏被沙再见面 不过不管身在哪里 你是我的老伙计这点是不会变的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来找我吧 我会助你一地之力的 来的路上有看到关于你的悬赏令 不过我猜你也没那么容易被抓住 你见过雷电将军了吗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充满压迫感吧 无想的异道 真的无法企及吗 也许有一天 我们可以直灭那种威压 这也是我会到期的目标啊 不愧是珊瑚公大人 而且居然能在这里再见到万叶 上次并肩作战 还是许久之前的事情了 当时万叶的友人在御前决斗中落败 被雷电将军所斩 但万叶带着他的神志眼逃亡时 也曾来过梵抗军 唉 一晃都过去这么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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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